从空中鸟看印度恒河沿岸 地上布满了一个个橘色小点 走近看原来是500多座临时坟墓 这里头有许多都是新冠病毒死者 尽管确诊数字逐步趋缓 但印度每天还是有4000人上下染疫死亡 可是现在印度还出现新的疫情威胁 好几千名正在接受治疗或刚刚康复的确诊患者 被检测罹患黑症菌症 如果本身有糖尿病时感染风险还会更高 专家说黑症菌最容易找上免疫力低的人 有医生表示使用类固醇药物 治疗重症新冠肺炎患者 可能是毛眉菌病病例激增的一个原因 因为这些药物会降低免疫力 专家表示染上黑症菌的患者 常见症状有发烧和呼吸急促 与新冠肺炎症状类似 只是难以用PCR检测来区分 医生还得从脑部、鼻痘、肺部和皮肤黑斑等症状来进行确认 而且罹患黑症菌症严重的还可能导致失明甚至死亡 不止黑症菌闹得人心惶惶 现在还有白症菌症来搅局 有新冠病毒加上黑白症菌 印度疫情正冲击全球的疫苗供应 COVAX大缺货 不少非洲国家哭哭等不到疫苗 有人担心非洲国家接种比例这么低 很难防止变种病毒再扩散 拼应印度疫苗出口延迟 欧盟周五承诺未来会捐出13亿剂疫苗 优先给中低收入国家 希望遏止疫情继续蔓延 T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有手机下载T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